马云九总统第一次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过境纽约和当地的政商界人士会晤 受到了美方高规格的接待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11号的时候他也在纽约表示 说台美的关系每一天都在进步 那么华府方面的舆论又是如何 我们专访到了美台商会主席韩儒博 就马云九总统这一次过境美国的时机 以及目前美中台关系提出看法 请看新潮人记者来自美国华府的报道 马云九低调过境纽约受到美方相当礼遇 显示出台湾依然是美国的重要伙伴 美国在台协会会长博瑞光也称台美关系每一天都在进步 不过美台商会会长韩儒博认为 目前美台之间对双边关系所设定的目标都不高 并缺乏实际进展 这也是中共不再呛声的原因 美国在两年还没有两年 总统的总统的总统都不再往台湾 像是在1990年 在拜托克林顿上的 中国必须在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里面 决定如果这就是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我们很快乐 韩儒博认为 目前看似稳定的两岸关系实际上潜藏危机 特别是中共一直期待在马云九第二任内 能够进行两岸政治谈判 韩儒博也表示 如果马云九推动与中国大陆的政治谈判 相信他在国内会遇到巨大的政治压力 而美国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走向 也缺乏应对准备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